它有個樣板,反正就是基本的Request 下載原始碼 第二個關鍵就是你要用BeautifulShip去解析 你要的HTML的特徵在哪裡 第二個是說它裡面有沒有一個class 就是那個類,就是CSS啦 CSS就是一個類別 然後呢,這個類別其實簡單講就是 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字的大小,字的顏色 有沒有什麼底色之類的啦 大概就是有點像樣式嘛 所以HTML其實就主要 比如說超連結是A開頭嘛 小魚有沒有 標籤,其他還有像 各種的那個HTML 細節部分我想你們可以再 稍微參照一下相關的HTML相關書籍 或者如果你實在是 不想要找那個書籍的話 網站上我看一下 應該我記得好像我有幫各位稍微細部 整理出一些網站吧 我看一下,這邊好像有提供 對,這裡 就是如果你虛 就是你可能結局之類 你要先 先有一些像HTML跟 CSS的語言基礎啦 你可以參考我這邊有列了兩個網站 這個網站吧,這個網站好像是 這個就是HTML基礎 那什麼叫HTML有沒有 這相關東西啦 那其實不萬乎就這些標籤嘛 對齁 那至於細節啦 請各位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客人不是講HTML OK 那當然有些同學應該也對HTML不熟 沒關係啦,反正就是知道一下 那當然就是額外你要花時間嘛 反正這個技術就是這樣啦 就是你就把它了解你就會了 就當然就是這樣子 OK 那也不需要說特別是一定要把它死背 那其實有時候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用了一段時間 慢慢就會知道說原來這是什麼東西 你也不要特別說 一定要鑽牛角尖 到底去理解 特別要去詳細把它死背起來 這樣也沒有意義啦 OK,大家知道一下 那第二個我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叫H3School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 也是類似技術 像HTML 甚至現在最新的版本是加5 第五代的語言 也就是說很多手機的APP 背後也是用HTML5的這種基本架構 所以表面上你手機看到是一個 好像一個APP一個程式嘛 但實際上背後它就是用網頁 OK 其實還有像CSS CSS後面有個CSS3 是什麼 最新的 它的版本最新就是3.0的意思 OK 所以版本的部分 其他還有像什麼Java 等等 其他 我想這邊這個網站其實就非常多的東西 如果各位有興趣 也許你就自己再稍微 至少把HTML 然後HTML簡介等等的 稍微瞄一下看一下 這裡面應該非常非常多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 我是把它放在第幾頁 第二頁這邊 OK 這個網站跟這個網站 請各位自行再去 或者是說你 假設不習慣看網頁的資料 你就網間書籍 一堆的這種 有關HTML跟CSS相關的書籍 也許你可以再自行再翻閱一下 為什麼要知道 因為 你如果不知道這些的話 你要去爬取資料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地方 會看不太懂 比如說A就超連結 就這樣而已 Clars就是它的類別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們只要找到這些特徵 再丟給Beautiful Super 那就可以幫我們把資料給全部抓下來了 OK 所以待會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這個例子前面還有講到一個 就是說 那上面的東西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你們可能希望把網路上只要清單 像我之前給各位的影片有沒有 你希望把它全部抓下來 那在Python裡面就有一個模組 就提供這個功能 叫什麼呢 叫Py2有沒有 Py2 所以你們可以在上面掃一下 這個Py2語法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下載一個影片檔的話 只要在這邊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完整的那個影片的那個有沒有 超連結 後面加什麼 點Trace 點First 點Download 它就幫你下載了 就這樣而已 底下有一些 不過可能你要指定路徑 路徑的語法在這裡 後面可以加一個 點Download 後面刮虎可以指定路徑 OK 甚至呢 這個模組還有更厲害的地方 你給它一個播放清單 它會幫你把那個播放清單 裡面所有比如九個影片 通通一次下載下來 OK 播放清單裡面一百個影片 一百個影片全部下載下來 欸 都在這裡面就有了 OK 至於細節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個這邊有個參考連結 就這一個Py2 那安裝的方法就是Pype install Py2 最新的版本是9.6 那語法這邊也有 它有 其實像這些模組喔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有一個安裝說明 然後那有一個 簡單的那種Sample的程式碼 OK 那你可以 大概應該有 我想 不至於看不懂啦 或者你可以把它貼到 那個我們的模組裡面 把它執行看看 然後通常其實 如果你有一個 Python基本的概念 應該都可以Run的出結果來 那裡面我覺得 最好用的就底下這個 這個這邊有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播放清單整個下載 它這邊好像有一個叫什麼 如何下載整個播放清單 它有一個下載整個播放清單 在這裡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整個YouTube播放清單 整個全部下載下來 那語法就是 這一個 From這個 把它input這個Predis 然後把那個Predis的網址給它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叫Pred 叫Download 喔 所以沒辦法 它語法 程式的方法名稱 也很多取得都一樣 有沒有 然後再告訴它說 你要Download到哪一個路徑底下 所以這個路徑給它 當然這個是Linux的路徑 我們如果是在 我們電腦裡 你可以C貼後斜線 後面加一個 目錄也許叫下載 那他會幫你把所有的影片呢 通通都丟到那個目錄裡面去了 相當的便利 如果你說真的 要下載那個YouTube影片 也可以試試看 OK 只是說這個當然 可能要額外花一下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踹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如何下載Yahoo的那個焦點新聞跟標題 首先第一個 我把這個Yahoo的股市先打開來 那我要抓哪些資料 抓這些資料 焦點 什麼 反bar 反正就這樣 1 2 3 4 5 6 6 6個有沒有 然後運動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6個 6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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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些 當然我們先不要弄太複雜 我們先只要它上面的 標題 跟它的超連結 標題跟 當然其他你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你要找到其他你用其他的屬性名稱把它get過來 也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那比如說我怎麼抓 第一個 當然幾個方法 我們剛剛有講過說按右鍵有沒有 檢測元素 當然因為我現在用Firefox 你用Google流覽器有類似差不多 可是畢竟還是會有一點點差別 可是一樣的部分就是說你把它按右鍵檢視的話 它會幫你怎麼樣 把你要的這個 這個東西會幫你 稍微標一下就是這個東西 重點就是說你要看什麼 看裡面它有沒有什麼特徵 所以你會把這個東西是它裡面那個框 文字框框 那當然裡面沒有超連結 所以我的要超連結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超連結在這裡 HREF等於這個超連結 有沒有這一串是我要的 那另外我要的文字在哪裡呢 我要的文字在這裡 所以它基本上應該 除了這裡之外 在文字裡面也有 test裡面也有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第一個一樣找到A 所以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第二個找到HREF A也一樣 所以我們第三個就是class 類別在哪裡 所以特別類別 你可以找一下它的類別 它的class有沒有看到 class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你把class後面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class複製 然後複製到哪裡呢 假設我們拿剛剛那個程式下載 那個YouTube那個來改 你把它複製另外一個 重新改一個名稱 然後呢 第一個就把它那個 request.get後面這個網址 把它改成Yahoo那個網站的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其他應該就改哪裡 改這個list後面的一樣是找A 然後class部分的話 把它剛剛這一串貼上 這一串OK 不過有的時候其實它 它這麼一長串有沒有 中間都有空白 那所謂的空白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很多個別名 也就是說它可能有很多種樣式所組成的 其中可能有的時候不一定要全部 像我試過好像只要那個storytitle應該就可以 但是你全放跟放一個都可以 OK 有時候當然你可能要try一下 或者你可能找一下上面觀察一下 只是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細部的時間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可以再去觀察一下 它上面class的差異 主要是找到那個獨一無二的那個部分就對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這個東西真的很花時間 你說為什麼我知道 我就去觀察 我看到 我把看到的結果歸納出來 不同的地方抓出來 就得到我要的 OK 其他的話就是把它裡面的文字抓出來 把它的超連結抓出來 有沒有 不是跟剛剛一樣嗎 所以基本上有點像套範本就好了 所以這一題跟剛剛YouTube的那個清單 可像的 我們來執行看看 而且你會發現 那個.txt 後面我沒有strip 因為它好像前後沒有那些 不需要的那個空白 OK 可以把它直接執行 好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它會把36個名稱 標題跟超連結 所以你會看到第一個 反霸函 韓兵邪密友 北上討舊兵 這個超連結 第二個是全力真空 解放軍 搶盡為和部隊 然後什麼聚餐猝死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個把它關掉一下 有沒有這個焦點 這個123456 然後它再來就7 一直往後 一直分別把要的部分抓 當然如果說你只是想要抓某部分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去分析說 它這個區塊裡面的那個class 跟其他的class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反正就是要找到不一樣的地方 那有不一樣的部分把它放在第二個參數裡面 它就幫你把你要的那個不一樣的部分資料抓出來 OK 所以有時候比較花時間應該是找出他們之間的那個名稱差異 當然怎麼找比較快 我剛剛講按右鍵 所以按右鍵可以檢測元素 你不要說原始碼在那邊從頭到尾看 太累了 之前我發現真的網路上有老師在教學 還甚至說我們要從頭到尾把那個原始碼看過一遍 然後再去找 所以可不可以 可是我覺得還不如按右鍵檢測元素會快很多 當然有時間的話你也可以稍微run一下 至少知道它的結構 稍微了解一下 一樣你會發現這個結構都跟剛剛一樣 一樣上面會有個A 然後有一個什麼呢 class 將來如果說你要找到 比如說第一個區塊跟第二個區塊的差異 也許你可以複製貼到那個 Word 或者是Notepay++裡面去比較一下 反正貼上比一下比一下 慢慢可以找到它的差異 所以其實比如說SUP 最重要就是幫你把怎麼樣 把那個差異的部分 你要的部分把它抓到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run出來結果就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東西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說如果上面的那個標題跟超點更新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run一下 它上面都也有更新的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可能一段時間去把它抓 就是再放到資料庫裡面記錄下來 諸如此類的 像輿情分析說 輿情分析當然你用人工來做 怎麼可能 那麼多網站 你總不可能說派很多人 每天在做輿情分析吧 最重要最好是 乾脆叫工程師幫忙寫爬蟲 還比較快 沒有把它爬下來 丟到資料庫 當然有些部分 沒有辦法用機器去完成的 也許再用人工去輔助一下 這樣或許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程式稍微改一下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不然就是這個超連結改掉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A沒改 主要是這個class 然後其他好像都一樣 只是後面strip沒有而已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Yahoo股市跟 Yahoo的這個新聞 跟剛剛的YouTube的那個 而且還有蠻多地方是類似的 那這個做完之後 當然我會再做個變化 就是說 因為網路上的網頁 其實它的架構變化性還蠻大的 而且這些網站都別人寫的 那我們有時候要抓人家的資料的話 蠻常遇到就是 你必須要懂得如何見招拆招 然後找出它的原始碼裡面 你要抓資料的特徵 那這特徵裡面包含兩個重點 一個是所謂的HTML的那個標籤 第二個就是CSS 就是class 不過有的時候 他遇過一些狀況 有標籤沒有class 或者是說呢 你要的東西可能它不像剛剛這樣的排列方式 那怎麼辦 見招拆招 所以待會我會做一些變化 那大家再想想看 用什麼方式去爬到你要的東西 那會跟各位分享 其實有些東西是我自己習慣用的方法 跟那個網路上 你看到別人寫的程式 不見得相同 OK 試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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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